古风悠悠 忠仆李善 作者 史剑 汉代有个妇人李元 李善是他仆人之一 在一次大瘟疫中 李元全家不幸相继得病死去 只留下才出生一两个月的孤儿李旭 仆人们看看任人摆布的李旭 又看看眼前明晃晃的万贯资财 竟然心生歹念 聚在一起商量 只要让李家绝后 我们就可以把李家家财分了 李善听到了 赶紧偷偷抱着李旭逃走 在霞丘县躲起来 亲自抚养李旭 辛辛苦苦拉扯李旭大了 又领着李旭到官府去告状 当时钟李矣 在当霞丘县宪领 就把这件事禀报给汉光武帝 光武帝同情他俩相应为命 让他俩都做了太子摄人的官 恶仆被绳之以法后 李善才重回阔别已久的故乡 回乡后 李善不是向相亲炫耀自己的官府 而是把官府官帽脱下来 换上仆人的衣服 为李元扫墓 祭奠 痛哭了好几天才离去 一提到古代主仆关系 被党文化灌输了的大陆人 可能马上就会联想到 剥削 压迫等一系列固定仇恨宣传用语 其实传统中国人 众德信佛 有心法约束 多数主仆关系比现在和谐得多 甚至情痛亲人 许多老年人对待家里来的师父 客客气气的 现在年轻人理解不了 许多老一辈人当保姆 恪守本分 任劳任怨 现在年轻保姆也理解不了 老一辈和年轻人之间的显著差别 不就是传统文化观念接受的多不多 重不重得的问题吗